如果我说现在的资本正在捧杀女性 现在的资本正在控制女性 可能呢你不相信 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具体的案例来进行分析 你就知道了 现在为什么资本会捧杀女性 这是呢资本控制老百姓的一种手段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才能够乖乖的按照资本的想法去做 他才能够呢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以及更多的控制钱 你才能够呢为他所创造的一些东西呢来买单 那我们今天呢就具体来讲一讲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这个话题呢可能会很敏感 视频呢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被下架 希望呢能够转发收藏吧 我们首先来说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我们爷爷奶奶那一代 我们羡慕的是什么 我们羡慕的是他们很穷 但是呢他们能够坚持走完一辈子 能够呢相扶到老 到了我们父亲母亲呢 这一代也是一样 你会觉得他们特别的辛苦 可是呢父母啊之间呢是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的 母亲看着父亲呢眼里永远是爱 父亲看着母亲呢满眼都是心疼 我们在感慨为什么我们的父母 还有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么爱 可是到了我们的这一代 我们有什么想法 我们觉得这个男人没出息 那我们觉得这个女人不好 是吧 然后呢我们觉得单身最好 我们不要孩子太辛苦了 我的压力很大 我要追求自由等等等等 当父母劝我们大对减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眼里容不起沙子 对吧 当父母说我们可以包容一下 我们会说你看他都不包容我 为什么我要去理解他呢 总之啊我们有各种的理由啊 诉说婚姻的不幸 我们有各种的理由说对方不好 没有出息 甚至呢我看不到未来 甚至我还可以说 我不生孩子是为了我下一代的好 而不是必须要传统接代 为什么现在有这样奇怪的一些想法呢 实际上就是资本现在把女性捧的太高了 然后导致到女的啊 导致到很多女孩子已经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面貌了 以为自己是个公主 实际上自己是个普通人 这个当然不是贬低女性 而是资本控制我们大家的一种手段 好 我现在问大家一点 现在的女孩子有多少不是矫情的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都过节 可是这些节日真的在以前有吗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 对吧 我们去过什么 我们去过年 我们去过中秋节啊 等等这些吧 可是呢 到了现在这些节日啊 变得已经不重要了 女孩子过的是什么呢 是三八女神节而不是妇女节 还有五二年的节日 还有什么呢 还有女神节等等等等啊 甚至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是一个节日啊 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不给我买 那证明你不爱我 那你一定是没把我放在心上的 那你想一想 在这种氛围下 这个节日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是资本 对吧 以前我们的父母啊 为什么能够相符到了 难道他们的婚姻没有危机吗 难道他们的婚姻当中就没有出现精神出轨 或者是肉体出轨吗 难道他们的爱情当中就这么坚不可破吗 不是的 这些矛盾自古以来都出现了 就像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很发达 我们通过手机就能够发现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啊 各种凶杀案坠楼案 有起火的有抢劫的等等等等 你会感慨为什么这个社会现在很难 你会感慨这个社会为什么现在这么乱 其实不是的 任何时候啊 在任何一个节点这种事情都有发生的 只不过现在网络发达 我们传播信息的速度很快 我们了解到了 以前这些事也是发生的 只不过消息 以前呢这些事也是经常发生的 只不过呢消息比较闭塞 我们不了解而已 那就像我们父母的爱情一样 他们也会经历很多艰辛 可是为什么最终他们能够走到一起 那是因为他们能够互相的去扶持 互相的去理解 互相的包容 他们的心没有那么浮躁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的信息多了 资本给我们传输的一些信号也多了 比如说这个男 比如说这个男的到了30岁 可能呢同薪未收 还得去网吧玩 还得和朋友喝酒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毒鸡汤来告诉女孩子 这样的男人一定不能够要 为什么 因为你到30岁还不能够懂事 那么你到50岁 这20年的时间段已经完了 好了 结果呢 这个女孩子看到这样的消息 她就越看自己的另一半 就越像这个没有出息的人 于是不会再考虑任何的一些问题 直接就会和这个男孩子选择离婚 或者是分手 或者说呢 说我要找一个比你更优秀的 总之 你看到的这个人就是不完美的 是不满意的 他达不到你的要求 还有呢 我们说到的各种节日 其实这种节日根本就没有必要过的 你想一想是不是资本拿来让我们消费的 比如我们说这个三八妇女爵 其实说到妇女不是侮辱女性 这是一个中性词 是赞美女性的 三八妇女爵的由来呢 其实就是为了赞美女性啊 就是要通过赞扬女性啊 在各个领域所做出来的贡献啊 共同庆祝的这么一个节日 实际上呢 就是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啊 女人也不比男人差 就是这么一个节日吧 大概类似 可是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女神节 你还不能说妇女啊 你说了妇女就是在侮辱这个节日 那到了这个女神节 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啊 你就应该给我买花 你就应该请我吃饭 要不然你不够重视我 还再比如呢 到了五月二十号 本身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 就是因为有谐音 那这一天呢 就是五二零五二一 我都要过 这两天就是男孩子对女孩子啊 要表达忠心的时候 你要给我买大蛋糕 你要给我买鲜花 你还要请我呢 吃烛光晚餐 甚至呢 还要看电影 逛街买衣服等等 如果你没有这些 那证明你不够浪漫 啊 你跟不上潮流 我怎么能够看得上你呢 还有啊 很多一些呢 秋天第一杯奶茶 一杯奶茶 一百多块钱 对吧 你不给我买 证明你根本就没有我 别人有的 我必须要有 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女性啊 我们不能说啊 女性不独立 而是现在呢 觉醒的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他失去了正确的价值观 难道一个男孩子 不给你买奶茶 不给你买花 就不爱你吗 难道一个男孩子 没有陪你去看电影 没有给你买好衣服 没有在这个过节的时候 给你一些得到的东西 那就证明这个男的 没有出息吗 不是的 是资本捧杀了这些女性 让女性认为男的没有出息 总是觉得自己啊 很厉害 别人都配不上你 那你想一想 只有这样捧杀你 你才会去要求男的去做什么 而且呢 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啊 而且呢 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 大家也知道 谈个恋爱不容易 本身这个社会呢 就是女的多男的少 所以呢 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女孩子认为 我要找最好的 你买的奶茶 50块钱一杯 我都看不上 人家还有给我买200块钱一杯的 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呢 本身这个社会呢 结婚就不容易 女性呢 现在的地位慢慢的提高 张嘴闭嘴 就是彩礼 那么男性想要追到女孩子 那只能够满足女孩子的一切幻想 比如有些女孩子 每一年都会换一个新手机 不是手机不能用了 而是我觉得要跟紧潮流 我就要用最新的 可是一部手机一万多呀 对吧 为什么这么贵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抓住了这个男孩子 要向女孩子花钱的这个心思 要不然这手机卖给谁 这经济怎么发展 你怎么促进这个消费呢 所以呢 就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 就是有些东西完全没有必要 可是资本在捧 到现在呢 你就会觉得 我们的离婚率也越来越高 本身呢 日子过得好好的 可是呢 你看到一些独机行以后 你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 我们不能够过下去了 我们离婚了 可是你要知道 婚姻只有一次 当你离婚了 你就会后悔 为什么会后悔呢 是因为有很多女孩子 没有认亲自己 就给大家呢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有很多女孩子 到了30岁还没有结婚 甚至都还没有谈朋友 可是呢 她的要求异常的高 她要求的是 自己的另一半 必须是一米八以上的个子 存款要有200万以上 卖的房子必须是钱款 必须呢 要有150瓶以上 车出行就得是50万起步 而且这个男孩子的工作 必须是年薪30万 甚至是40万 甚至是50万 可是回过头来看自己呢 自己初中毕业 甚至高中都没有练完 而且呢 就做一个很普通的工作 一个月就3000块钱 可是她就有点 就要求她的另一半 要特别特别优秀 而且呢 还看不上啊 稍微比她有能力一点的男生 比如说有些男生 一个月一万块钱啊 还有呢 正在努力的斩首付买房子 她看不上 她看不到别人的上景 觉得你就是在做无用功啊 所以呢 这个不是女孩子眼高手低 是资本在最后捧杀啊 把女孩子变成了现在这样 那最终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自己可能啊 就找不到对象啊 然后呢 自己成为大林女青年 最后啊 她的感言是什么呢 我这么优秀 为什么啊 别人还看不上我 那只能说别人没有眼光 不是我的错 所以你想想 资本的捧杀是多么可怕 还是那句话呢 与人交往也好 自己发展也好 认清现实 我们啊 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即使你有那个想法 但是我们却没有 那个公主的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